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 习近平对巴切莱特访华表示欢迎 并结合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入阐述了事关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表明了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全方位维护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立场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 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一百多年来一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 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推进人权法治保障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人民享有更加广泛 更加充分 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 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习近平指出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 同各方积极开展人权对话和合作 扩大共识 减少分歧 相互借鉴 共同进步 共同推进国际人权事业 造福各国人民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好四件事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这才是最大的人权 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 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 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 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 要让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 促进者 受益者 二是 尊重各国人权发展道路 人权是历史的 具体的 现实的 各国国情不同 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必须也只能从本国实际和人民需求出发 探索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 脱离实际 全盘照搬别国制度模式 不仅会水土不服 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人民群众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要引以为戒 三是 统筹兼顾各类人权 人权内涵是全面的 丰富的 必须综合施策 系统推进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生存权 发展权是首要人权 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 为人权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四是 加强全球人权治理 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全人类的事业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实权实美的理想国 不需要对别国遗旨气使的教师爷 更不能把人权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搞双重标准 以人权为借口 干涉别国内政 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朝着更加公平 公正 合理 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 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积极努力 巴切莱特表示 感谢中方克服疫情困难 接待我访华 这是17年来 联合国人权高专首次访华 我十分重视和珍惜这次访问 将同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广泛接触 直接沟通 相信这次访问将有助于我 更好了解中国 我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 保护人权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所做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赞赏中方为维护多边主义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 高专办愿同中方加强沟通 探讨合作 为促进全球人权事业进步 做出共同努力 丁薛祥 杨洁篪参加会见 王毅在广州参加会见 4公里面主义 4公里面主义